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力发现男友竟然劈腿 很快地就与男友分手 随后马力将自己的书寄给不同的出版社 希望自己的书能有机会出版 而在美国乔治也因为幼时一场大病痊愈之后 获得了通灵能力 乔治这一能力让他很快成为美国炙手可热的通灵师 然而乔治却觉得通灵并不是天赋 而是诅咒 于是他放下一切去建筑工地当了一名工人 另一边在英国的马克思意外地失去同胞哥哥杰森 而相依为命的妈妈也被送进戒毒所 马克思很快就被好心人家给收养 然而马克思却对杰森的思念越来越深 他每天都会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这让收养马克思的一家人很担心 与此同时乔治因为受哥哥所托 不得不破例帮一名希腊人通灵 在希腊人离开后又有人找到乔治希望乔治帮忙通灵 乔治强烈地拒绝 不久之后乔治在烹饪班上碰到一位心仪的姑娘梅拉 乔治邀请梅拉来家里做客 结果梅拉却无意得知乔治是通灵师 再三恳求乔治帮他通灵 乔治无奈只好同意 乔治看到梅拉死去的父母 梅拉的父亲还向女儿表示歉意 梅拉在听完乔治的话之后 整个人很伤心 匆忙地就离开乔治家 在这之后乔治再也没有见过梅拉 而乔治所在的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 公司不得不裁掉乔治 乔治的哥哥在得知乔治被辞掉之后 让乔治重操就业 并立即在网上挂出乔治通灵的广告 但乔治拒绝哥哥的要求 他始终觉得通灵能力是一种诅咒 于是他离开美国来到英国伦敦散心 而此时马克思并不能接受杰森的死亡 他从收养人家里拿走钱 去找了许多通灵师 想要和杰森再通一次话 但马克思发现 这些通灵师只不过都是骗子 马克思失望地想搭地铁回家 但帽子却掉了 导致马克思不得不搭乘下一班 这时刚离开的那一班地铁突然爆炸 马克思有惊无险地躲过爆炸 收养马克思的父母看见始终不开心的马克思 决定带马克思来商场 看望他们之前收养的孩子 而在另一边 马力收到出版社的电话 得知他的书可以出版 但他要到伦敦举办签售会 马力欣喜地同意 立即收拾行李前往伦敦 随即马克思跟收养的父母来到商场后 独自一人在商场闲逛 而也在商场的乔治看到马力的签售会 意外发现马力也能够通灵 就在乔治想和马力深入交谈时 马克思突然看见并认出乔治 正是他在网上看到的通灵师 他请求乔治帮他通灵 经不住马克思要求 乔治只好帮马克思通灵 乔治告诉马克思 杰森希望马克思把属于他的帽子摘下 要一个人学会独立 而地铁那次是他最后一次关照马克思 马克思听完乔治的话之后 便摘下帽子离开了 随后马克思打电话告诉乔治 马力所在的酒店住处 乔治立即照着地址寻找过去 见面的乔治和马力 都互相明白对方可以通灵 他们就像同类 能够真切感受对方所说的另一个世界 最后两个人摘下手套 将手握在一起 这部电影故事剧情完整 画面效果不错 向人们探讨了生与死存在的意义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电影响 以这 我们的电影响 解 meno 看 我们的电影响